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3日 星期三 這一節想跟大家討論一下二等公民的問題 中共 當然是由2月1日開始 拒絕承認BNO 而且也覺得 BNO是英國人搞出來的 所以 一系列對英國人進行抹黑 現在很多人 圍繞二等公民的問題 展開一個很激烈的討論 也有很多 中共的人 左狗 共匪 不斷就在說 你們在英國就真的做二等公民 又談英國經濟不好 去到那裏找不到食 收入很差 到頭來你們到時都會被趕走 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全世界都會發生的 我們要分析 究竟 香港人拿著BNO去到英國 申請了5加1之後 是不是會成為 二等公民呢 這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做二等公民呢 就是 你沒有政治權利 你每樣東西都排在別人的後面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個實際的話題 就是 其實英國跟美國一樣 現在也是政治正確的 很多東西他們因為 為免被人 標籤是種族歧視 甚至乎很多是矯枉過正 所以倫敦 會選出一個穆斯林 印度裔的人 做市長 我們看到香港會不會選一個 特首是印巴人呢 不會啦 警務處長也沒有印巴人 是不是 這個 其實很明顯就是 哪個地方是種族歧視 哪個地方沒有呢 你說完全沒有是假的 可能民間有些 但是 如果你去英國 其實去倫敦 你其實完全感覺不到種族歧視 因為在倫敦 白人才是少數民族 你撞口撞臉的 要麼就是藍亞人 要麼就是黑人 要麼就是包頭 如果你在East London 嚴格來說那裏就好像 伊朗 或者是黎巴嫩 你會看到大量的女人是穿罩袍的 包含了 就算是商場也好 因為那邊 East London那裏有一個大商場 之前旁邊就是奧運 就是奧運的場館 所以 那裏附近 改了做住宅區 然後有個大商場 大商場裏面 搭升降機打開 整部升降機都是穿罩袍的女人 以及 穆斯林男人 那麼 你反而在倫敦 你看到白人的機會 一定是少於一半的 你撞口撞臉的 全部都是黑人 藍瓦人 或者是亞裔人 亞裔人也不少 其實你在超市買東西 你十個裏面 起碼三個是亞裔人 又或者有兩個是香港人 有部分說普通話 所以 這個香港人去了英國 肯定就不會變成二等公民 我們讀一讀外交部 趙立堅 在星期五 在回應查詢中表示 中方在1月31日起 不再承認所謂BNO護照作為有效的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並保留採取進一步 權利的措施 當日 他們就說 問中方有甚麼評論關於這個事 趙立堅表示 英方妄顧香港已經回歸中國24年的事實 不顧中方而不正立場 公然違背承諾 執意炮製出台所謂 量身定制的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身份的香港居民 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 並一再擴大適用範圍 試圖把大批港人變成二等英國公民 已經徹底改變了原來中英諒解的BNO性質 英國現在所謂的BNO已經不再是原來的BNO 然後 就說 叫英方勿載搬石頭閘自己的腳 其實大家 聽到是不是覺得很好笑呢 這個 趙立堅說 此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其實呢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甚麼呢 你究竟是認不認識的呢 中鋒對此強烈憤慨 堅決反對 所以自1月31日起 中鋒不再承認所謂的BNO護照 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我們要研究一下究竟香港人 拿著BNO會不會成為二等公民呢 首先 二等公民 他一定是被剝削了政治權利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 他在這個社會上面 他是會被人歧視的 可能坐巴士要讓 白人上先 以前美國是這樣的啦 又或者你 這個不可以去 上學的 因為那裏是不容許你的香港人上學的 這些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他們的二等公民的定義 我想應該是在投票權方面 BNO入籍之後 其實就應該是有投票權 當你一個人擁有投票權的時候 那麼你 你入籍之後一定有投票權 那麼你已經是一個一等公民了 你不是二等了 因為你的投票權 跟倫敦市長假細德 是一樣的 也是一票 是不是 有一個人 他擁有同一個市長同等的政治權利 那麼你也說他是二等公民 這個世界沒有一等公民 是不是 好 剛才我們所說這個在倫敦的問題 倫敦白人是少數民族來的 你很難看到白人的 如果叫外賣不用自已 你如果晚一點的餐廳 全部都是土耳其人 要不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最多 要不就是黑人 我們基本上光顧也很少見白人 就算你在倫敦市中心 也是以有色人種為主 反而白人在倫敦越來越少 因為白人看到那麼多有色人種 可能搬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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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印度一種很勤力的印度人 南亞人或者 黑人 是盡佔了所有他們的 經濟 有印度人的地方 或者有 南亞人或者黑人 其實經濟活力相對於是好過純粹白人 因為白人真的很難 這是真的 我們之前租過幾家B&B 業主都是印度人 不弱而同 我們租到印度人業主的房子 即是說他們是真的 努力一點 所以最終他們做到業主 當然傳統英國的也有 因為我們 在英國住了半年的B&B 每個地方 沒多久就搬一次 後面屬性一個地方住一個月 一個月就這樣做 但是很多時候 都是由於 太多手足來住的關係 變成超出負荷 每次都是迫著要搬 每一次都是 現在我們應該就快 英國的那個 賓館已經買了回來了 一個小酒店 很小 嚴格來說可以叫賓館 旅館 20多間房 到時都可以 融入到部分的香港人 起碼要當一個短期的落腳點 因為 我們自己也因為租不到房子 長租 看你一樣看你一樣 又說要收你一年租 又說要兩年租 沒可能的嘛 我給你一年租 不如自己買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大量的網友跟我們聯絡 說會過來英國 那麼我們那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是一家大小 可能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始終你一個 賓館 最多都是套房 一間套房 裡面有洗手間 有可能有些簡單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解決這個 要做 洗衣 三餐 以及 日常起居生活 其實如果一家大小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麼如果你說你暫住兩天 三天 一個禮拜 當然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也 開方便支援 主要是當時希望這樣就開方便支援 讓你們 可以在 英國有個地址 然後申請銀行 銀行戶口 有個地址就可能可以報學校 然後 到時 不一定要在那裏居住 到時你們 起碼過渡了 我們希望我們來做一個過渡 你每人來 住一個月 兩個月 然後你就再找一個找適合地方搬 或是再租別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長期來說 頭這一一年 主要是服務 香港過來臨時 居所 之後 我們當作是長租租給人家或是做旅館 因為 Bappel這個地方 是一個旅遊城市 旅遊城市其實是一年做半個月的 從英國到三月到九月 從十月開始兩年 人們就不來 所以可能是四月 三月也沒甚麼客人 做了幾個月 就夠了 其他的時間 也不開門 當時我們的構思是這樣的 總之也是 解決香港人的臨時居所問題 因為如果現成你要去英國 租三個月 租B&B很貴 這是真的 我想 租了幾十萬 可能是居住B&B 可能這半年都居住了 幾十萬就沒有了 十幾十萬就沒有了 因為你不便宜嘛 每天都是計算B&B 所以我們希望提供一個方便之門 另外 我們看到英國的情況 很正常的人 因為你看到 香港人 就算是白人 黑人也好 他不會覺得對你有 奇怪的目光 當你很正常 因為他見慣了 在倫敦區 他見慣了 除了蘇格蘭 是少了華人面孔之外 上了蘇格蘭之後 在英國的地方 沒有這回事 所以 要駁斥那些 二等公民 再說回那些人說是賺錢的問題 說真的 賺錢的東西 你在香港沒有錢 你也不只是二等公民 那麼簡單 你也受盡歧視 早上五點半起床 披聲大怨 然後逼一個小時巴士出去上班 然後逼一個小時巴士出去上班 你沒有錢 你在哪裏都是辛苦的啦 沒有英國 甚麼國都是 你在大陸更慘一點 如果有很多網友問我 你在香港做經理 賺8萬元個月 你在英國當然賺不回 問題就是 每個人都放下身段 坦白說 我們有個朋友 有位朋友是飛機工程師來的 他現在 根本沒有這些工種 就打算跟黃師傅做裝修 他也可以放下身段 我不覺得我們香港人會去到英國 以我們香港人的那種 變通 其實反過來 我們一定是 徹底改變英國的 大家真的不用怕 香港人一多 去到那裏 你的想法 你各方面的 轉數 比英國人更快 比英國人更快 不是說得罪說一句 我們如果有100萬人過到那裏 我們反過來 我們直問他也行 因為他那裏實際上是做事 節奏太慢 而且他也盡量想懶 因為政府福利好 他也不用真的養懶人 夠勤力的 我們很多朋友過去 甚麼都沒有 過到那裏就熬了 你肯熬的 其實一定會賺到錢 好像之前的人在那裏做飲食的 做餐館的 他們賺到錢 就去賭場了 因為很悶 他們沒有地方花錢的 每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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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放假 又出現金 就去賭場了 只要你自律 結身自愛 你不去賭 基本上你在英國一定會有錢 一定會賺到錢 當然啦 生活可能會膚躁一點 你如果要享受優質生活 你要享受 你說要覺得 生活比較香港好 當然不行啦 英國很多地方 你沒有辦法享受到英國的 例如飲食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香港 吃開好東西的 你去到全世界都吃不到香港的好東西的 你現在去到外國就知道了 香港的餐廳 香港的美食 全世界是No.1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拍得住香港 一半都拍不上 他們 完全是不會煮的 香港是甚麼都有的 任何食材 任何的調味料 甚麼都有 你這件事 全世界是沒有得跟香港比的 所以生活質素當然是差啦 當然是差很多啦 還有 現在的Lockdown 你有錢 沒有地方花 全部都要給你買外賣 你想打火鍋 怎麼打外賣 自己回家錄吧 所以呢 對於 港共 左嘴 共狗 抹黑香港人角度是二等公民 絕對是沒有人會相信的 因為 你過去 你不單止是二等公民 你甚至乎 一等公民也不止 因為你有一個投票權 香港是不會有的 中國也不會有的 你是終生被人剝奪政治權利的 你除了沒有選舉權 將來連被選舉權也會剝奪你的 你也不用想出來參選 英國不同 如果一區有一萬個香港人住在那裏 你就是出來選NP 你就基本上你十拿九人的議席 是不是 大家 接下來我們會深入一點說英國的政制 關於英國的政制 以及香港人去到那邊 應該是怎樣團結 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香港 或者 我們有一群香港人聚居的時候 我們的轉數急快 就會想到很多東西出來 這個真的不用擔心 不過現在最大的敵人 就是落單 因為什麼也好 我們那個11月 要買的那個賓館 到現在都還沒搞定 現在就快搞定了 拖了很久很久 拖了兩個月 我們那時候是14天成交的 誰知道拖了兩個月 因為律師 做事又慢 對方律師又慢 如果你還做銀行安揭 那些是不用買的 索性也不用買 因為銀行不搞 什麼都不做 很麻煩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再跟大家探討 二等公民的問題 拜拜